首先大概简单讲一下XML的一个 这个这个资料格式 他的一些相关的说明 那其实这个XML实际上他的全名 就是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 其实Markup Language其实 就跟那个什么网页 网页HTML HTML的话就是Markup Language 那这个X的话指的是Extensible 这个的话实际上就有点像是延伸 那什么的延伸 其实主要是延伸那个HTML的这个语法 所以其实他跟HTML有 有一点点关联性 那差别是说HTML 我那个网页上面那个标签是固定的 是不能改的 那个名称就是就是长内容就是固定 可是XML的话呢 他的Markup 他的标签名称 是你可以自定的 所以上面的名称有没有 其实你会发现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 有没有上面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的话实际上就是自己取的 你可以取 他的南部名称叫什么 是可以改变的啦 那但是HTML就不行 大概知道一下这个概念 然后他基本上的话呢 他是属于一种标 就是标签式的语言 然后就是上面这个标签 头跟尾 尾巴的话就是多一个斜线 然后呢 其实这个当然也有很多地方 web service 网络上面做资料交换的时候呢 除了会用Jetson之外 他也有可能会用XML OK那就看 SERVER的这个 这个这个技术啦 OK 然后那个缺点大概知道一下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他的优点 有这些架构啦 OK 然后 他的缺点的话其实大概应该也蛮明显啦 你会发现吗 他的档案绝对应该是 比那个CSV大很多啦 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的架构 光的栏位名称有没有 头跟尾 有没有 这个头尾一个 这个头尾又一个 这个头尾又一个 所以每个资料前后都会 又来一个标签的头尾 所以你会发现的重复性相当的高啦 OK所以其实他档案 相较之下 档案也会比 其他的格式 又来的大一些啦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资料越多的话 哇那个膨胀的其实就蛮厉害的 OK 那所以比较下来的话 其实复杂度应该比 Json来的更复杂一些啦 不过我是觉得到 他的结构其实 也还蛮相对的会比Json来容易了解 因为Json有的时候 又有大瓜糊 有的时候又有中瓜糊 而且不见得都是统一的喔 OK 然后 大概了解一下 那我们 接下来如果假设我要抓取的是 PN2.5上面的资料的话 那我这边一样有一个 像那个Json Editor啦 不过网路上也有一个叫 XML Editor 那我觉得好像 这边 XML 比较没有太大的迫切性 像我刚刚是直接下载之后 是直接怎么样 直接拖拉的 把它拖拉到这边 箭头出现的时候把它放开就可以了 然后它就把它打开 打开的话我就观察它嘛 其实这样就 我是觉得 以观察 XML格式的话 这样应该就 暂时够用了啦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 试着把这个资料 把它转换成 这个 Excel 试试看 因为如果假设 像刚刚那样的资料 如果你没把它转成Excel 不好用啦 所以要怎么样快速把它转换 当然呢 如果新的版本 它的这个 这个 功能是放在资料里面 有个 取得资料 里面 从档案 有一个Excel 也有确认 不过这个画面是新版的 那我看了一下 像我们现在的2016 Excel 其实也有 但是它是放在这边 有没有 从Excel 资料汇入 那所以啦 假设 你要把资料汇入的话 如果你 不写程式啦 OK 其实你马上可以有现成的 所以呢 等于是2016以后应该 就会有这个功能啦 OK 所以哦 我把它点齐啦 那当然几个 几个方向 第一个 如果呢 我要 下 只要把 怎么我刚刚已经从下载里面 这个档案 Excel直接汇到Excel的话 那如果不写任何程式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从资料里面 从其他来源 点选之后 找到从Excel的资料汇入 他会问你说 那你的资料来源在哪里 我资料应该已经下载了 所以把它点击下载 那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假设你刚刚有把 Excel下载的话 那理论上就下载里面 就可以看到这个档案 我把它选取之后的话 那你会发现 其实它还蛮简单的 开启 那底下的话 它会出现说 要不要什么 什么 指定的Excel会参照结构叙述 这个 不管我们按确定好了 只按确定 那接下来的话 问题说你要把Excel这个表格 所以 它已经帮你转换了 至于怎么转换 当然这个背后 它有一些运作的流程 OK 透过它物件就帮我转完 转完之后的话 你就按个确定 你会发现吗 它就帮你转完了 OK 不过跟各位讲 你如果这个背后应该是通过一个物件 可能是Quality Table之类 或者叫Quality 物件 但是请各位特别特别小心 因为之前好像有同学 都习惯用这种方法 费入 当费入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 它一定会帮你填漂亮的格式 那这个格式的话 其实它已经告诉你说 它是一个表格 所以特别特别注意 这个时候 假如说 你们将来要存取的时候 像有同学 它里面已经帮你定义好名称了 所以假 所以有同学不习惯用表格的话 那有一个比较简单 我个人是 不太喜欢用表格 所以我的习惯会先做一件事 会先把它 转换回原来的范围 也就是说 我们原来使用的是范围 而不是表格 所以如果假设你不习惯用表格的同学 请特别一定要记得这个按钮 很重要 不然好像之前有同学都是 要插入某一栏的时候 奇怪 怎么会前面多一个小老鼠符号 at 那就是因为它的表格 它每一个地方好像 都已经定义把它 我看一下公式里面的民政官员 那这边已经有一个表格 它已经把你定义好了 OK表格5 OK 所以这个表格 那如果假设你要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这个表格 移除掉 那你会发现呢 它其实也会有个名称 表格的名称就是表格5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表格5 OK 好 那如果假设你要把它恢复 我的习惯是直接转换成范围 你会发现呢 刚刚的表格状态就没有了 再来你公式里面的民政官员 里面也是空的 也就不会 有任何的那个参照 也就不会有小老鼠了 这样就听话一点的 不然的话有什么 其妄莫名其妄多很多东西出来 OK 好所以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你说 老师那如果我今天我的那个档案 XML 我们刚刚是下载到下载区之后 再把它汇入 可是问题我们刚刚 有个档案实际上就是在 那个什么 网路上面 Pi205这边 然后呢 我们刚刚是直接去抓 这个网址 点它下载了 但是未来我不要麻烦 我每次要点一下下载再汇入 那个有点 那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直接把这个网址 复制一下 OK 然后再来怎么样 再来我们再重新再汇入好了 汇入的话 一样喔 从那个资料 从其他来源 那我刚刚是直接去抓档案 那我刚刚是直接去抓档案 因为我是下载之后 有没有 再去把它汇入 可是其实多了个步骤啦 当然以后是每次都要点一下下载 然后再汇入 那麻烦 所以另外第二个方法是什么 你这个档案名称有没有 你也可以直接把刚刚的网址 直接贴上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呢 他这边是 允许是 你电脑里面的档案 也允许是 网路上面的喔 还没下载下来的东西喔 OK也就是跟他讲说 我的资料 不是在我电脑里啦 是在那个 远方的那个server上面 会有一个xm的档案喔 所以你会发现我贴上是贴 不过贴的时候请注意一下 可能要检查一下 因为我刚刚不是直接从这边复制 对不对 但是呢他这个有点 有点 常常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你贴上之后喔 我是建议你可以记一个叫哄键 哄键的话就是按一下哄键 跳到那个 这个字串的最前面 有没有 你会发现呢 哄 在那个我们键盘中间 有没有哄吗 哄的话意思就按一个哄 他就会回到 这个字串的最前面 那你可以再检查一下 蛮常遇到的 就是他莫名其妙 就会给你平白或多一个空白 如果你假设你现在开启 他一定会出现错误 诶 路线不存在 有没有你搞 你就觉得奇怪 明明这个这个路线没错啊 为什么一直不行 常常出现一些怪怪的状况 有没有 其实 所以啊 有时候检查一下 哄键一下 哦 你看到 哦原来前面多了一个这个 一堆空白 不过他这个好像不是空白 为什么 因为你 用左右键 你会发现他 如果是空白 他会一格一格一格的 可是他 向右 他突然听到 最起 表示说这边应该是多一个 TAB键 TAB 所以不管 反正把它删除掉就OK了 好啊 这个时候呢 再把它开启看看 你会发现 它就正常了 所以特别注意 有时候网址 你复制的时候 他莫名其妙多一些东西 按确定 这样就有了 那一样啊 把它转换成范围 OK 不过你可能想说 老师那以后 如果我希望 这个动作 更快一点 可能 甚至 连 贴那个网址都不需要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做 你可以把它变成 一段程式 可是这个程式 你说老师我不会写怎么办 那很简单嘛 你可以怎么办 你可以呢 我开一个控板 把它录下来比较好了 有没有 所以 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不想要做刚刚重录的事情 那我就是把刚刚的演练一遍 再来就怎么样 再来就是 录制聚集 OK 然后这边就写一个什么 也叫 汇录xml 汇录 xml OK好 准备好了 其实动作很简单啦 确定之后 就开始 一 资料里面的 从其他来源 找到 从xml 资料汇录 二的话呢 直接贴上 把刚刚的网址贴上 因为我刚刚好像已经复制了 所以不用再重新 再再复制 但是呢 请记得 按一下号键 检查一下 还是有错 删掉一下 好 这样的话按个开启 这个直接按确定好了 或者以后不要显示了 按确定 然后呢 把它放在A1 OK 最后的话呢 顺便干脆的 直接把那个转换为范围 直接把它录进去 然后按确定 按是 OK 好 没问题的对吧 接下来就直接开发人员 停止录制 完成了 完成了 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再 试一下 所以 这个再开一个空白的 新工作表 然后把刚刚的程式 弄一下 汇录XML之星 有诶 OK 有没有转换 我看一下 有没有转换 那个范围 检查一下 怎么还在 所以转换范围 好像他失败 好 不过我们等下再看好了 或者我们自己 也在想想办法 把那个 把那个范围把它 转换回来 OK 不过至少 知道说他已经 帮我把资料下载 是没问题 接下来 当然我们就检查一下 这个程式 汇录 其实汇录XML 写了多少东西呢 编辑一下 或者你到 Visual Basic里面 找找看 你会发现 其实他这个程式 还蛮短的 有没有 他其实 城市 基本上就是一行 我看一下 那你说老师 这个地方看起来是三行 其实三行 主要原因是因为 他其实是利用 空白加底线 把那个 城市让他折行了 因为好像我们那个 网址太长了 我看一下 对了 你看 空白加底线 这个空白加底线 意思是说 他跟上一 上一行是同一行的意思 所以如果假设 你要把他 变成同一行的话 这个可以把空白加底线 把他delete掉之后 再把他加到后面 他要同一行 OK 这个也是一样 空白加底线 然后把他串在后面的话 实际上 那也就是说 其实 他就是一行 那这一行是什么 其实就是利用那个 Active Workbook 目前工作的活业部 就是以前的这个档案 所以 我不可下面一层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名称叫 XML Input 所以这个还蛮好用的 OK 所以理论上 但是 我印象中 这个要2016以后才有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的版本 太 舊的话 可能在2016以后的 环境OK 但是 之前 就不确定了 这个可能要试一下 如果假设你的版本比较旧 那没办法 你可能要用别的方式 所以后面其实就是几个参数 不外乎就是 UIL 冒号等于 这个是第一个参数 就给他网址 网址 所以网址是 最长的一串 就这一串 第2个参数的话 第2个参数是什么 Input 或者Map 等于Nothing 这个好像 不好是不用也没关系 因为他是Input 有没有一个Map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不加 我不确定 OK 然后还有第3个参数是什么 第3个参数 他其实基本上就是4个参数 然后 还有就是什么 Override 等于True Override的话应该是复写 要不要盖过去 然后Disnation就是 最后你放哪里 所以其实就是4个参数 大概这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 哇真的超简单的 所以在 Excel里面 解决 XML的 这个问题 如果你是2016以后的版本 真的 不是太 太困难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然后把刚刚重点再回顾 第一个 我是利用这个功能 这个功能其实如果有就OK 但是如果你 你版本它就没有 当然你可能要想别的办法 那我 主要是 可以用档案 也可以用 那个网址 不过网址前面可能会有空白 也许要检查一下 再利用开发人员把它录下来 录下来之后的话 你们试试看 录成一个叫 汇入 XML的一个 这个聚集 最后其实 精简之后 其实其实就是一行程式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